10月15日 纽约邮报新披露出的电邮显示 拜登儿子亨特与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之间存在着可疑交易 一封于2017年5月13日抄送给亨特 题目为Expectations的电子邮件显示出一份薪酬待遇分配方案 亨特的职务和薪资取决于和华信能源达成的协议 其中涉及到一位被称作是大人物的神秘人士 另一封亨特于2017年8月2日发出的电邮显示 出于对亨特及亨特家庭的兴趣 华信董事长叶简明与亨特达成协议 除了支付亨特每年1000万美元的咨询介绍费外 亨特与叶简明五五开拥有一家控股公司的所有权 叶简明据报与中共军方和情报部门有关联 2018年初被中共当局拘留后音信全无 今年4月华信破产 美国大选在即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儿子被控与外国勾结的证据曝光 左派主流媒体极力淡化消息甚至是不报道 而硅谷高科技公司推特脸书 对此消息的传播与分享进行了公开的阻挡 脸书减少了用户对包含有亨特丑闻贴文的浏览量 推特则封锁了纽约邮报的多个账户 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的私人账户 川普竞选团队账户 甚至是众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人的账户 共和党籍众议员乔丹发文说 推特对美国司法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审查 而放过中共 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用官方账户发推说 审查政治言论是中共朝鲜和伊朗这样的国家 绝不是美国 不要让大科技公司把你噤声 联邦参议员霍利已经致函脸书CEO扎特伯格和推特CEO多西 要求他们到参院接受账户 同时参院司法委员会正计划发传票给推特CEO 新唐人记者李澜 纽约报道 新唐人记者李澜